Eimage最重要的上面的功能表 AA就是新增文字 它可以處理中文 那當然我們在加文字的時候 分成不同的字體 title就是最大的 subtitle是第二 text最小 第二個是加image就是加相片 這個加image的部分可以透過從網頁搜尋 比如說用關鍵字 第二個可以從我們的電腦 第三可以從跟臉書 第四個跟Instagram 第五最棒的就是可以用Google相簿 可以直接從相簿直接存取我們的相片 那我們在搜尋的時候可以直接貼上 從其他網頁取得相片按右鍵之後的網址 貼到這個地方 或者是用這個關鍵字搜尋 那搜尋的來源分兩種 一個叫Frick 一個叫Google 那我們直接可以參考使用 不用擔心版權 第三個 Media Media就是直接貼YouTube 或Minebook或影片 也可以直接插入網站 比如說把一個網址貼上來 它就會把整個網站看在你的簡報裡面 那最好是像如果有一些網站 它可以分享刊入程式碼 那直接把刊入程式碼 所以特別注意小於大於中間一個斜線這個 它就是把整個網站刊入到這個投影片裡面 就是即時互動而且同步狀態 那當然也可以放入這個地圖 所以只要把網址貼到這裡 它就會幫你處理掉 第三 第四個就是 Icon Icon 就有各種不同的圖示 那這個圖示看起來是灰色的 其實你點進去之後 我們可以自己調整顏色 第五個這個叫Widget Widget 其實就是一種某種程式的小精靈 那它主要的目的是讓我們直接加入社群 舉例子 比如說我們要有Social 我們就可以跟我們的臉書整合 那我們可以希望說 我在我的投影片裡面有臉書的狀態 或我Instagram的狀態 那當然這個右邊這邊要連結到你的帳戶 然後Save之後 你看我們的投影片裡面就會有我們最近的臉書的狀態 OK 好 那這個是上一步下一步 Reduce 下一步 那這個就是複製 那這個就是貼上 就刪除 就儲存 那一般我們在emails編繫的時候 不一定要一直按Save 那它某一定時間內會自動幫我們Save 那右邊這個Download 就是當你要把這個投影片變成 簡報檔變成是可攜帶式的離線簡報 就可以把它下載 可是這部分呢要付錢 所以如果你不做下載的動作 你可以免費使用 編輯五個網頁跟五個簡報 那最後最右邊就是Share 就是直接貼到我們的社群軟體 或者是貼到我們的其他的Mail或Nine 那分享給別人 那最後就是View 就是試看看 就是檢視一下我們自己做出來的作品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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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